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它的位置 它的一个里面的设施 一个具体的一个卖点 那么接下来我请冯山具体介绍一下那到底这个楼盘的户型和价钱 对 它那个说到户型呢 它户型它有两房一厅 一房一厅 还有studio 当然这个楼盘就是讲到现在 两个星期到现在 它已经很多很多好的户型已经卖出去了 但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价钱 它户型刚刚讲 两房一厅 一房一厅 还有studio 它都有 处在四个角落 都是两房一厅 然后处在东北角那个是个一房一厅 然后它有studio 就是所谓的单身汉房 然后就是说到它的价钱的话呢 就是取决于它从低到高 基本上每家一层 那么它bachelor的价钱大概是多少钱起 大概是18 19万左右起 是大概一个300尺左右的一个unit 然后户型也不错 它有两个bachelor的那个单元 户型都还可以 然后呢 当然你取决于你的高低了 当然你高的话可能买到23 24万 对吧 因为它一共60层楼高 那像普通的那种 那么现在来说 我想很多人其实对于bachelor这种户型啊 还是相当的这个就是说关注的啊 那么这种户型其实很容易出租的 对于学生来说 很多学生愿意租这种bachelor 或者说之前哈 我觉得很多的楼盘 像bachelor这种很有限 尤其是比较限量 所以租不到这样的这个户型 那么bachelor现在它的位置 它比如说它是不是可选的还有很多 bachelor呢 实际上它在那个整个downtown来说呢 它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户型 它主流户型还是一房一厅为主 还有一家一家店为主 当然了 你就是很多开发商现在也留意到了 因为bachelor很多人就是买房子出租 不是买房子 就是租房子的话呢 它很可能就是对那个房子的那个面积 它并不是有非常大的要求 只需要有个地方能睡觉就可以了 所以那bachelor正好符合这种类型的人 所以这种实际上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特包括在销售的过程中 我们因为我全程参与雷文威斯·雷的这个销售 它的这个bachelor的户型非常非常豪迈 就基本上一出来 就就那个很多客人都把它都拿走的 那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选择呢 比如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或者对这个楼一直在关注的话 是不是还是有很多bachelor可以选择 有的 现在还是还是有一些一些户型 包括bachelor啊 包括一房一厅 两房一厅 实际上现在那个户型还是有的 就是要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联系我了 自买自夸一下 对 但是就是说 但是呢就是说动作要快一些 因为好的户型呢 现在那个走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的户型 包括好的楼层啊 对 好的楼层走的非常快 现在大家都是先到先得 对对 先到先得 因为取决于你喜欢低楼层还是高楼层了 有的人想那个投资兼自住的话呢 选择高楼层 包括很多租客他会愿意租高楼层了 他会觉得哎 高楼层的风景很好啊 对不对 租金也并没有比低楼层的高多少 那我们当然愿意挑一个高楼层的来租了 对 所以其实现在可选的还是有的 好像听你之前哈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你也给我介绍到一个附近的一个楼 也是在Vesley上 是50号Vesley是不是 对 50号Vesley 没错 这个楼是不是也跟11号Vesley 也是位置差不多 但是同样火爆呢 它是非常有可比性的一个楼 他们销售时期段不太一样 Eleven Welsley它是大概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前开的盘 那50号大概要晚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也就是最近刚刚开始内部认购的一个楼盘 大家都同样处于Wesley这个地理位置上 那Eleven Welsley是在贝跟Yang之间 50号Wesley是处于Yang跟Church之间 实际上对当趟熟悉的人 很多人就会说Church那个地段 可能相对于贝那边就没有那么好 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子 没有错 但是就怎么说呢 就是Church上面它有它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公寓楼稍微多了一些 人体就是人的基本的组成构成 也稍微比贝那边稍微差一点点 但是它五差Wesley它怎么说呢 它这个地理位置也并不差 它实际上它首先它是基本上属于一个地铁上盖 就是Wesley地铁站的一个旁边的一个项目 你直接下楼 就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能进地铁站了 往西走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多大校园 五分钟十分钟左右 往南走五分钟十分钟 同等的距离 你就能走到Ryerson大学 对不对 就是说是 就是在从那公寓楼 从距离就是方便角度上来说 它还是相当的方便的 就是说你从一个出租 那个对也是非常好出租的 很多人也会选择到那个位置去出租 等到盖好之后可以预见到的 它当然了 那这么这两个楼相比 比如说你在预测的时候 这两个楼的租金会有很大区别吗 租金的实际上呢 就是央西跟央东呢 它在那个市场上调查呢 它的那个房屋的价格呢 是有一个5%到7%的一个 那个销售的一个价格差别 那这边像这个Batchelor 能租到大概一千 有没有一千七一千八左右 Batchelor一千七一千八可能租不到 你要在多大 直接紧贴了多大背上的那几个condo 一千七一千八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在这个VSY这个位置呢 可能是一千五千六 相对偏低一些 相对偏低一点点 不会低很多 对 然后它整理的销售价格呢 当然也有体现 所以据说是 对于在Elonwellsley 就要是找不到好的户型 你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那个单元呢 到52wellsley来选房子的 实际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实际上也有非常多的朋友 看完那个楼盘 你要亲自去当场看一眼 两个销售中心 两个销售的那个楼盘的销售中心 实际上相差就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非常非常的近 而它的价格呢 就有一个明显的那个差别 你介绍一下这边的价格 对 那它这边的价格呢 那个它是Bachelor呢 就是从十 不是 它那个Bachelor呢 是从十 对 从大概是十八万吧 十七万起 然后它那个一房一 它基本上是以一房一厅为主的 它这个楼 然后那个四个角落是两房一厅 然后它的那个 比如说是一房一厅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一房一厅 One bedroom past that 一个潮南的单元 大概五百七十次的 它的销售价格呢 是大概三十七万左右 三十六万左右 取决于你买的楼层呢 低点会便宜一点 贵一点呢 会稍微高业 会稍微贵一点点 对 那么购买这个楼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些 就是提醒大家 要注意的地方 有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它这个楼的西边呢 有另外一栋高楼 就是说你要买潮溪呢 距离有点近 所以你要买潮溪的单元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 你最好亲自去那个 售楼中心的地方去看一眼 你要觉得对面那个楼的距离 你是可以接受的 你就可以放心买 你要觉得那个距离 稍微有点近呢 就最好你可以考虑 比如说潮东潮北 潮南的单元 它这个楼呢 潮北有不错的户型的 虽然是值得考虑的 很多那个特别是国内的 那个投资家 不太喜欢潮北的单元 因为那个采光稍微差点 但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 开发商不管东南西北呢 它那个价钱全部打在了 那个潮向里面的 所以你潮北的价钱 也会相对便宜一点点 你那个投资上来说 潮北的反而投资回报率 会稍微高一些 高一点点的 所以说潮北不是 不可以选择的一种潮向 那东南西北 你还有其他什么注意呢 就是说你要最好 就是到消耗中心附近 感觉一下周围的那个环境 它就除了西北有栋楼之外 它那个是这栋楼是建在楼的那个北边 它那个往南看 是看到那个娃尔斯里的一条路 跟11号娃尔斯里呢 是娃尔斯里 11号娃尔斯里是处于娃尔斯里路的南边 朝北看的一条路 所以说你在购房选择的时候 潮向啊房型啊 然后周围的一个社区环境 你都可以看一下 对吧 所以其实买康楼的时候 这些都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对 其实它的潮向 对 都需要留意的地方 那么这个楼的管理费 会比刚才你介绍的 11号会相对便宜一些吗 对 会相对便宜一些 它的那个 它那个整体的配套设施呢 并不减少 但是管理费呢 应该是相对便宜一点 它现在开发商 并没有公布它的管理费 但是我那个 因为那个个人关系呢 跟开发商里面的人员比较熟悉 所以我大概了解到 它的管理费是五毛三 五毛五一尺左右 是比那个娃尔斯里 相对低了 相对一点点的 对 相对一点点的 这在这栋楼呢 大概一共是300 300多个户型 335还是340个户型左右 那121号是大概是600多个单元 户型 600多个单元 那这个是300多个单元 那照理来说呢 单元越多的一个condo呢 它的管理费呢 是应该偏低一点点 因为分摊到每一户了 没错 分摊到每一户 所以它那个 就会来的少一些 并且以后的管理费的增长 会来的慢一些 所以这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一点 当然了 你看那个535号它300多户 实际上已经非常多了 一般你需要担心的是 你比如说买这种小型那种 叫精品condo的话 那个一栋楼里面 只有大概是100户的那种的话 你看管理费的时候 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那有可能是 现在告诉你 一定是6毛钱一次 等你搬进去两年之后 那很可能就是7毛钱 8毛钱一次 那个时候你就 你就 相对没那么划算 对 就没那么划算了 你可能就想了 重新把它抛手出去 那那个时候呢 它那个就是因为管理费的原因 会导致对房间 会造成一种压制性的一种 导致它那个增长幅度 就没有其他的那个楼盘 增长那么快的 那么除了这个11号 Wesley还有50号的Wesley 是不是最近这个Downtown 也有你比较推荐的 其他的楼盘 也可以 观众朋友 如果对这两个楼盘 还没有那么关注的话 还有其他的选择 对 除了这两个楼盘的话呢 观众实际上还有其他选择了 最近除了这两个楼盘推出 还有一个叫Alter的一个楼盘推出 Alter呢 那么它是处于什么位置 它是处于 完全是处于在Ryerson大学的边上 就紧贴的Ryerson大学北边的一个位置 大概355号Church 355号Church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像Elema Wall Street 就是贴的多大一样 它这个基本上就贴着Ryerson大学的 对 它这个整体的价钱呢 就一下就降下来了 因为它那个当时越南边越便宜嘛 刚刚我说过这个道理了 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看Alter的整体的销售价格呢 是比那个50号啊 11号这个Wall Street呢 是整体要便宜一些的 那么它除了这个销售上便宜 它其他的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它这个楼盘呢 基本上的主要卖点呢 它的那个配套设施呢 并没有像Eleven Wall Street 跟53 Wall Street这么多 它的主要卖点呢 就是一个出租 学生的出租 所以它的那个管理费呢 就也相对于没有那么贵 那这个楼呢 它据说 所有的楼都是有 不能光讲优点 那它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 它的那个 就是它进Ryerson是一个好处 但是呢Ryerson大学的那一边呢 就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它那边的政府救济房比较多 公寓房比较多 所以它那个出租人口 除了学生之外呢 稍微有可能会砸一些 所以这也是那个观众 那个买condo投资 要考虑的一个原因 那当然其他考虑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开发商的实力了 那这个Alter跟这个condo的开发商 就是Tradell Tradell大家都知道了 那个多伦多开发商 最出名的什么Monarch Tradell Daniels这几个 那这在我看来 我一般人客人问我 这些开发商谁都是谁的时候 我就这么介绍 Tradell Monarch跟那个Daniels 基本上你就在车里面 就是奔驰宝马跟奥迪 你这么认 你大概就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发商 所以开发商非常重要 这关系到你以后 这个建筑房子的质量 包括这个交房的时间 都有保障的 对 没错 包括他们的信誉 我们都是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 Tradell的楼的 那个建筑质量非常好的 今天我们介绍了 Downtown 位于这个最市中心的 这三个楼盘 如果大家有非常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售楼处 去了解一下 当然也可以 跟自己的经济取得联系 好 今天非常感谢冯珊 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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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